接下来为您介绍这家位于台北东区的欧式餐酒馆 2016年创立至今已经四个年头 因为超豪华的异国氛围与时髦菜色 让它成为了IG超人气的网美打卡餐厅 站在门口映入眼帘的是一面抢眼的宝蓝色大衣橱 来到这边用餐 首先就会被这个亮丽的蓝色大门给吸引 走进地里头之后 别有洞天的用餐环境更是不会让你失望 而在餐点部分呢 高品质的牛排与海鲜 欧洲地窖风格等特色 也是处处让人惊艳 这间位于台北东区的欧式餐酒馆 外观是一个蓝色的大衣橱 推门走进餐厅 仿佛进入另一个魔幻世界 店内装潢皆是采购自欧洲市籍的 古董吊灯与绒布沙发 七派的拱门设计 打造如同欧洲豪华地窖的华丽空间 无一不让人惊艳 餐厅更在2019年时 获选由国际餐饮评件组织颁发的 世界50新发现酒吧奖项 晋升全世界50间 优秀新颖酒吧的行列之一 楼上跟楼下有点 氛围不太一样 但我就觉得让客人进来会觉得 蛮特别的 一个产品是浴缸的造型这样 所以它就是一个经典的调酒这样 我们这个泡泡的话就是用 杜松子跟橙皮 还有七叶蛋 然后加上分子料理的大豆软磷子 在里面然后去打发 然后就变成一个泡泡 就是一个特别的香味在里面这样 对有陈品的味道在里面 这个还蛮特别的餐品这样 店内不只饮品透过分子料理的做法 展现出独具特色的造型 在菜色上也融合了多种异国文化 从食材到摆盘都十分吸睛 但大家一定想不到 这样独具特色的餐厅 是两个由中部北漂来台北闯当的 七年级兄弟党合力创立的 不过说到北上工作 一开始弟弟林家将是排斥的 中部就是比较 生活步调比较没有那么急 我觉得台北生活步调很快 生活步调很快 我觉得一开始会有点不适应 上来台北就是想说 有这个机会也是出来 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到底怎么样子 就出来拼一下 就一起打拼 我觉得兄弟一起打拼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决定北上和哥哥一起打拼的家将 认为要经营管理一家餐厅 就需要从最基础的厨房流程开始了解 所以一开始就从厨厨做起 我在厨房 然后从基本的切菜 然后洗菜 整理食材开始 然后做了一段时间 然后就出来外厂 跟哥哥一起在外面做家 因为那时候餐厅真的比较复杂一点 就每天可能十一二点就要来厨房备料 备到下午 晚上七八点这样 然后洗菜切菜 其实我是做厨厨的部分 想要了解一下厨房的流程 厨厨的工作告一段落后 家将也开始学习外场的服务 看似轻松送餐与客人互动的工作 其实是说得容易 做起来却处处有学问 跟陌生人讲话 就是一开始要学 所以有些客人不会理你 所以也是会去跟他打个招呼 说你煎吃的怎么样喝的怎么样 然后其实慢慢就收集这个模式 几乎很多朋友都是从客人变成朋友 然后他会带更多人来 这里不止奢华 又带点神秘感的欧风氛围 深受年轻客群喜爱 在菜单的设计上 也都是家将兄弟俩和主厨 不断讨论研发出来的 像这里的一些海鲜类的 青食开胃菜也都特别用心 全都使用基隆新鲜鱼货 让客人在这类的 网美餐酒馆用餐 也能有高品质美食享用 我们的小卷是 我们去基隆巴豆子那边找一个 它是专门在补小卷的鱼船 然后他们是当下补起来的时候 就直接丢到 他们下面那个冰冻屋里面 所以它等于算是活动下去 然后再传送到我们这边来的 然后说它吃起来会比一般的 臭臭还要脆 对 然后也不会这么的轮 然后它有另外一个名字 人家就是旅港人 他们都叫它切更子 对 所以它的口感是会比较脆一点的 然后我用的方式是用那个 摩托哥肉酱 摩托哥肉酱它主要的主体是红椒 红椒跟牛肉 对 然后红椒在跟海鲜上 他们会 海鲜会有一个 鲜味把它提起来 我还有用那个 踢鱼酸豆酱 踢鱼酸豆酱吃起来会有点变酸酸 酸酸甜甜这样子 对 所以整个吃起来 是不是会让你感觉到就是 会想要一口接一口这样子 我最喜欢的是 小卷 我第一次会吃到是因为那天 我不想要吃太 分量太大的东西 所以他们店员就推荐我这个 然后我吃了以后就觉得超级好吃 所以我之后每次来都会点这个 它就是它的中卷很嫩 然后它旁边有个肉酱搭配的也很好吃 还有这个旁边那个酥酱 是有点酸酸的口感 然后搭配着在一起 我觉得就很好吃 然后它有点腌瓜的味道在里面 所以就是不是像一般的那种肉酱 会带很重的那种 只有番茄酱跟肉的味道 它会带一点瓜的味道 所以蛮好吃的 想品尝美味的海鲜类开胃菜 也不能错过它 诺曼蒂炒大蛤 这道菜是用每颗平均7公分左右的 牛奶背为主角 再加上提鱼 酸豆 黑橄榄 辣椒碎 蒜头去爆香 最后加入诺曼蒂苹果白兰蒂去呛香 苹果白兰蒂偏甜 加上牛奶背的鲜咸 不用多加调味的汤汁 沾着手做的香醇面包 就能感受海鲜给予的美好滋味 像我们在炒地中海的海鲜配料的时候 都会用到基本的材料 就是橄榄 鱼鱼 酸豆 这些都是跟海鲜会搭到 会把海鲜的鲜味提起来的配料 因为一般贝类的东西 像干杯或是这种大格的东西 很多店家都是用奶油 然后一些比较奶香蒜香的东西去处理 但是它吃起来就没有那么 就吃起来就比较腻 对 然后它们的就是比较清爽 然后味道也很够 然后反而会把它的身味提出来 我觉得很棒 也因为喜欢求新求变 餐厅也都会不定期研发新菜色 来提升客人回流率 与对餐点的新鲜感 像这道XO酱干杯猫耳朵 就是将意大利面做成猫耳朵的样子 加入独家特调港式XO酱 中西合并而成 都只是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料理 就意大利面可以跟台湾的食材 可以去做一个结合这样 那我们就突然想到 用XO酱去炒猫耳朵 跟搭配上干杯这样 就有点中西合并的概念 那我们做出来就发现 味道还不错 XO酱的风味跟意大利面 组合在一起就蛮特别的 因为蛮新奇的组合 除了独门XO酱 主厨还搭配了可生时级的新鲜干杯 以西式的烹调方式之后 浓郁多层次的香辣口感 又别于一般意大利面的单衣口味 相当受客人喜爱 一推出已成为来店必点菜色 会把蔬菜切丁的原因是因为 猫耳朵它的面的特色就是 它会有一个像锅一样的形 所以我们在炒在乳化的时候 我们会留比较多汤汁 然后客人在吃的时候 整个咬起来的时候会 包含蔬菜片都扒在面上面 就像一口吃的一口感 而这里的主要客群 面对的是喜爱追求新鲜热度的 亲熟男女 也因此这家餐酒馆 可以在台北美食热区 屹立不摇四个年头实属不易 除了菜色上的经常更换 主厨更会在一些煮菜外的地方 多加些心思搭配 像这道 嫩煎櫻桃鸭胸做巧克力辣酱 鸭胸以油风的方式 酥肥熟成至五分熟后 只将皮围肩上色至酥脆 保持外酥内嫩 这里所搭配的是辣巧克力酱 里面加入新鲜芒果调味 芒果的果香与辣巧克力的结合 让这道鸭肉的野味 多了一个不甘于平凡的新滋味 我们是用宜兰的好野鸭去做的 对 然后我们是主要的是的话 它搭配的南瓜泥 跟我们自己做的辣巧克力酱 这是一个蛮特别的酱子 对 通常搭配掉巧克力 就让客人有点惊艳的感觉 就其实蛮不违和的 辣巧克力酱 它是用巧克力 然后去夹一点调味在面 就是它做辣的口感 我还蛮推荐这个鸭胸的 就是每次来我都会点这一道 那我觉得它特别的是 因为外面的樱桃鸭 你可能吃起来都比较柴 比较干 可是这个的话 你搭配辣巧克力酱 是他们店独有的 就是味道比较特别一点 对 然后也不会很柴 因为他们是用 输肥的方法下去做的 然后南瓜泥的话 我觉得跟淑泥一样 都非常的香 就是你在想要解腻的时候 你吃一口鸭肉 再配一口南瓜泥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而主厨更不常思地 大方分享 鸭肉可以煎得 特别酥香的know how 喜爱自己动手料理的朋友 不妨也能在家试试 这个只是因为要让它的皮的油脂 挥发更完整 不然它那个鸭的油脂 其实很多都在油上面 那你没有切的话 它整片到以前可能就只有表面 或是边边油挥发出来 可是如果你切格子的话 它每一个 它会吃起来就是一个一个 然后是脆的 如果它是整片的话 我们的油 我们的火下去煎的时候 它只会是在表面 顶多再深一点 对 可是如果你把它切格子的话 它的受热面会更均匀 所以整个皮脂肠会比较脆这样子 美食最不容易的地方 就是将一道已经很普及的料理 做到令人念念不忘 而这道红酒炖牛肉 就是这一家写照 很多地方都有做炖牛肉 但我觉得我们这边炖牛肉真的是 我也是觉得蛮推荐这道菜 就是它的炖牛肉的风味 跟马铃薯泥的搭配 口感蛮搭 而且马铃薯泥 我觉得是我们这家店 蛮厉害的一道组合这样 我们马铃薯泥吃起来很绵密 那个口感就是入口 就有点激化的感觉 对 我讲到吃起来就是会比较 有嚼劲一点点 然后就是你炖煮的时候 它不会太烂 所以刚刚好有嚼劲 就是软中带烂这样子 觉得红酒炖牛肉很好吃 对 因为它的那个牛肉炖的很软燃 然后它的马铃薯泥 也是做得非常的细致 所以在吃的时候 就是可以单吃 先吃那个牛肉的汤汁 跟牛肉的味道 然后再试试看它的马铃薯泥 那吃过之后 我还蛮建议就是拿面包去沾 牛肉跟马铃薯泥一起做食用 这家餐酒馆从一拉开 这扇蓝色大门开始 仿佛就带客人进入 爱丽丝奇幻世界一般 从餐厅环境到餐顶设计 都充满着非凡的魅力 有机会就不要犹豫 打开这神秘的大门走进去 来一趟奢华的欧式美食体验吧